小刀 嗨 大家好 我是小刀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個應該會很實用的東西 這個東西呢 在網路上叫做 睡覺神器 相信大家呢 都有跟我一樣的經驗 開車出去玩了一天 回生的時候 後座的因為睡著東倒西歪 尤其是小孩子 所以我在網路上看到這個所謂的睡覺神器 就立刻買回來試試看 好 廢話不多說 我們現在來看看這個東西 是不是真的跟網路上說的一樣 有這麼好用 開到了 開箱囉 妹妹 開箱囉 有兩包 寶貝 我有兩包 你不要用小心刀子喔 好 等一下 所以這次我一次買了兩箱 來 我們就拆一個來給大家看 這個 包裝的話 大概是長這樣 蠻簡潔的 我們要看一下裡面 我也不知道 裡面有封 裡面有封 登登 裡面這個是零件 這個是雞圖 這個是雞圖 這個就是 這個 怎麼是白色的雞圖 這個零件 最後兩個 就這樣子的東西 來 走開 妹妹下來 喔 她還附送了螺絲起子 還蠻貼心的 對啊 好 那東西就這樣子 那這個東西呢 的組裝該也是非常簡單 你看看 裡面沒有連線了 然後 她這裡會有寫 這裡會有寫 你們能看到 她有寫L 或者另外一個是寫R 這邊寫R 就是左邊跟右邊的意思 這個是寫 對 我們先 大略的把它裝起來 開箱啦 這個 這個是這樣子組裝的 還有螺絲起子 還有螺絲起子 好 等一下 那她這個呢 的用法應該是架在那個 車子的那個椅背上 那她這個是可以轉動的 這樣轉下來 那你想睡覺的時候 就可以靠著她 感覺起來應該會蠻好用的 那 看到網路上人家寫的缺點 好像就是說 她這個皮 皮套的地方 味道有點重 那因為現在 疫情的關係啊 東西就好消毒一下 待會我再拿酒精 稍微消毒 順便擦一擦 可能味道就會淡一點 那我們現在呢 就去 把它裝上車 給大家看一下 做起來的感覺 好 現在我們來到車上 我已經先把東西裝上去了 它是這樣子 媽媽 這個有一點 氣氣扣扣的 它轉的時候會有聲音 來 哥哥你 躺一下 示範一下 對 妹妹你也是 是 那剛才裝好的時候發現啊 那裝兩個 那事實上中間的人也可以使用 所以還不錯啦 裝兩個 三個人用 那我剛才有試做一下 我個人是覺得還 還算舒服啦 比沒有好啦 那如果你要裝的話 我是覺得副作也可以裝 那我們今天就介紹到這裡 那如果喜歡我們的頻道 請按讚 按讚 分享 分享 訂閱 如果要追蹤我們的頻道 請按小鈴鐺 對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裡囉 掰掰 下次再見囉 掰掰